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惯你 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里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基地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易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全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肯的约定 找什么事儿 马总 其实就是想跟您说一下厨房的事儿 这个厨房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以次重好的 咱肉也根本干不出来 而且他们换东西的方法你想都想不到 尤其是后厨 简直像个小的王国 从上层到下层 如果他们齐心的话 咱们是更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马总 你不给点反应吗 他们可是要把好货拿出去卖的 这些啊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JR的管理一度很混乱 后厨尤其明显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混乱的现象 但是你们知道 我需要的是证据 那种只要我下去查 就能够查到问题在哪里的证据 就比方说你带回来的奶酪 我已经知道它被调换到后厨了 那我只要去找 就可以准确地拿出来检验一样 你们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你就是因为这些乱象 才让我去当卧底的吧 卧底算了吧 马总 下哥是您的人 这谁都知道 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一直背着他 但是我们现在 已经尽量再疏远了 疏远没用 你想想看 下哥进入中央那么长时间 他们只让他刷完 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他没有进入内部 没有进入核心 那没有进入核心那怎么办 那就是排他 也对 要不然你去吧 我 这 不是 我去换汤不换药 也没用 那你说怎么办 这办法呢 这 也不是没有 什么办法 这个 快说 这 黎涛对你的感觉 不是挺好的吗 洗洗洗一下就完了 滚 滚 来 马总 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就是老先生和他的夫人 不是结婚纪念日了吗 嗯 我就在想 咱们酒店 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惊喜呢 批准 这件事啊 我已经交到韩元斌去办了 不过呢 你跟老爷子更熟悉 所以你去协助他一下 果然心有灵气 对了 今天老爷子的行为 让我觉得很震撼 也很感动 老爷子的夫人过世 他的儿子又那么不孝顺 可能在外人眼里 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但是他今天的行为 却让我觉得 他的内心很幸福 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境界 境界的高低 要是境界的美丽 而是境界的 对了 和其他人有一个 对于来自身为 对于准备 其他人有一个 其他人也要不孝顺 对于他的夫人 他就在家里 那时候她就在家里 然后他就在家里 他就在家里 并且在家里 他就在家里 从家里 他就在家里 得到家里 然后他就在家里 我一样 他就在家里 我说错了吗 没有啊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不过你认真的样子 跟平常还挺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幸福吗 我 我挺幸福的呀 因为我有我爱的人 我会把我的幸福传递给你 你也会幸福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所谓传递幸福的能力 重要的不是你已经有了什么 而是 你有心在做什么 说得好 那么老爷子这个宴会 就交给有心的你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 声明一下 我可不是去为了帮那个韩元斌 我是为了我自己 更是为了那个老先生 行了 做好事呢 就不要追究那么多细节了 去吧 您就等着惊喜吧 叶先生 您的结婚纪念日快乐 结婚纪念日快乐 谢谢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没想到 你们酒店 还保留了我当年的照片 叶先生 我们酒店啊 一定会保留客人资料的 您求婚结婚都是在我们酒店 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 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而且您还那么有心 让酒店都记录下来了 对比您对夫人的爱 我们能做的真的太少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你们酒店真是太用心了 我跟你们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你们反而对我这么好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先生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之前 一直挑剔酒店的菜式 是因为 那是我夫人最爱吃的菜 没她陪我吃 我就怎么吃 也不是自问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关系 我们都能理解 我听夏云说 你真因为合作的事 出问题而头疼 你看这个时候 你还想着 为我老头子办宴会 我真是太感谢了 他这个人就是多嘴 叶先生 跟您白天的一举相比 我遇到的这些问题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我们酒店的每一位员工 都十分敬佩您 所以这是他们 每一个人的心意 看来我又被晾在一边了 干吗了 夏哥 厨师仍然刷完呢 快走 现在 对 叶先生 咱们切蛋糕吧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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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似乎已经很久没这么安静地走一走了 叶老先生的事情辛苦你了 你真的很有心 我相信 这会是叶老先生记忆当中 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也能弥补他心中的遗憾和伤心了 这也会是我和你最美好的夜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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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严总 真的很抱歉 没帮什么 不必说了 我明白的 可爱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我也不想拐弯抹酒 你说吧 我查了一些酒店的资料 包括问了一些员工 关于你来酒店之后一些事情的处理 可爱 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这些事件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可以事先知道 我说对了是不是 我说对了是不是 韩元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些预知都是靠身体的接触对吗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呀 好吧 你不需要告诉我了 我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这些 不会影响到你身体吧 我不关心别的 我只关心你 我说过了 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看严总她真的发生了车祸 陆珍珍她也真的在舞台上摔倒了 够了 韩元斌 酒店现在已经够乱了 你为什么还要再自以为聪明的 胡乱异想呢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现在忽然变得这么咄咄逼人了 哪个柜啊 这个柜 进口了不 您渺女人 呵 吃吧 你们喝、吃了 妳不 Basic 她是一个个人叫你 你这个酒不错呀 你还挺懂啊 这个酒啊 可是我们酒店最好的酒 八二年的尚品拉肺 不会吧 你可别欺负我看不懂英文啊 拉肺我是知道的 这个不是 看来还蒙不了你啊 我这个人呢 对红酒可是很挑剔的 你这种酒啊 我一般是不喝的 阿总 你先尝一下好不好 尝完了再说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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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好货 可都进了厨子的肚子里了 可是我不相信 这些他们只是 自己吃 自己喝 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找出来 他们的幕后大头是谁 还有他们背后的供应链 那这个可就是大功成的 以目前JR的情况来讲 你觉得 JR能接受得起吗 如果不连根拔起的话 日后只会更加后患无穷 你想一想 之前呢 我们的财务部已经出现了 偷税漏税这些问题 而且签人到了第三方公司 这说明我们的财务部 已经有问题了 现在餐饮部又以次充好 采购渠道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签单的是谁 批钱的又是谁 签单的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批钱的 肯定是财务部啊 所以夏宜兴 现在呢 餐饮部的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 餐饮部的问题了 郭宇这个人 要给我盯紧了 但是马总你想过没有 如果真的财务部一条龙了 那这个问题 简直就是伤筋动骨啊 你还记不记得 你刚教过我一个新词 不破不立 不是 马总 这话不能这么说 虽然我教过你这词 也不能随便乱用啊 如果非得这样 必须跟他们同流合污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啊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了 又是我 我看我这辈子啊 也就只能靠出卖色相片 取一些消息了 我看可以的 反正我现在还有很多的 美容卡 美发卡 护身体的 拿去哦 我说马总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顿正经的 胡说八道 我有吗 立起来 起来 我现在很正经地问你 喂 你是不是想跟韩颖兵复合 现在酒店可都传开了 夏雨昕 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 我绝对跟你翻脸 不是 不是 我开个玩笑 我随便问问 我呀 我现在就是干活去 一定不如是命 喂 怎么了 没什么 陆露珍珍那个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那个脾气 早晚得吃亏 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你可挺久都没来找我玩了 来找你玩 我都快累成孙子了我 我听说了 这可爱 这也太冷血了吧 要不然来我这儿吧 算了吧 我来呀 我来呀 就是看见你的助理刚被你弃走 来提醒你一句 很多明星的八卦 可都是从助理那儿卖出去的 像这种小孩呢 没事就得敲打他一下 怎么 他跟你诉苦了 那倒是没有 只是觉得很奇怪 平时都叫你珍珍姐 刚才直接叫你陆珍珍 我劝你啊 你要助理用不顺手 你就换一个 别给自己找麻烦 找一个顺手的助理 没那么容易的 他都跟了我好几年了 你看我平时对他挺凶的 其实我对他挺好的 我跟他挺亲的 像这些衣服呀 名牌包包呀 还有那些化妆品啊 我没事 我跟你说个事啊 前几天袁彬来找我 问我 有没有注意到 可爱不能接触别人的原因 他说呢 可爱一跟别人接触 碰到了别人 就会头晕 甚至会晕倒 你知不知道这事啊 他最近确实 晕倒过几次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碰了别人以后 都会这样 碰了你以后 就没事 这我还真没注意过 什么呀 你这也太不伤心了 到底怎么了 被你说得跟真的一样 快告诉我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真没见 算了 算了 我还以为能听到 一个什么大八卦 可能是韩元斌多想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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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韩元斌 对啊 你以为元斌会对可爱死心啊 人家可比你上心多了 我一定会让他死心的 夏侠 我求你个事呗 说 又出什么坏主意 你知道周上吗 就是长得没有漂亮 身材也没有好 也没有红的那个 说事 我跟他是死对头 八字不合 我 我一见到他就倒霉 他明天就要入住JR了 你能不能帮我盯着点他 最好呢 能帮我整整他 我说陆珍珍大小姐 你能不能别再给酒店添乱了 你能不能好歹注意点你的形象 不帮就不帮吧 不帮就不帮吧 反正有一天我被人欺负死了 也没有人管我 我说你是不是有被迫 还望向珍珍啊 哎呀 你懂什么呀 我们这些大明星 能像你们想象的 那么低级的战斗吗 那号角 都是从背后吹过来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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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到你们 战斗好家的跑会 拜拜 哎 我很可怜的 颜总 让您在我们酒店门口 发生这样的事 真是非常抱歉 这个也不怪你们 这小子不是好好的吗 你怎么那么娇气呢 难不成 你要不要站在酒店啊 您说哪儿话 我要是知道您在这儿住着 我也来这儿不走 不过说真的啊 真没想到老先生跟颜总 是老朋友 我跟小颜啊 是忘年交 很投机 就像跟你们后厨 那个姓夏的一样 也很投机 这小子为什么不来送送我呢 还有几个 就这些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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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酒店同时入住了 两个大明星 可有热闹看喽 热闹 我看没成闹剧就不错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里边太闷了 出来透透气 行啊你 酒店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我以前认为 只有杨丽才这样的 别跟我提杨丽 那个臭男人 走了 您一个电话 我亲自过来签合同 你说这话 那马总就不爱听了 好像你们合作 跟我老头子有关系似的 您饶了我吧 老爷子 我也是个商人 我看重的 还是这儿酒店 和我们公司合作的前景 那就谢谢老先生 谢谢严总的心愿 谢谢 谢谢 我听老爷子说了 他在酒店的这些日子 你们废了不少心 一个以顾客为本 用心待人的合作伙伴 我很放心 那就期待接下来 我们后续的合作了 好了 不多说了 希望你们合作成功 到你们家开瓶好酒吧 我家什么都缺 就不缺好酒 那就欢迎二位 下次再来我们这家酒店 好的 留步 留步 慢走 老先生 慢走 慢走 喂 夏雨昕 我看见周上的车了 你看见他了吗 怎么 是不是想帮我啊 我是在提醒你 不要胡闹 对啊 你有问题啊 行了行了 谁有问题啊 一点小事在你这儿就没边了 挂了 夏雨昕 夏哥哥啊 我小夫突然剧痛 你乖打这个 给后门歇过去 你不穿橘色衣服的男人啊 橘色衣服 对 橘色 橘色 拜托啊 好 哎呦 哎呦 不要死了啊 哎呦 哇 先生 您的酒 坏人了 我同事病了 让我替他一下 坏人了怎么不值一生啊 您这一天挺辛苦的吧 您就收这压的酒吗 您这跑一趟得多少钱 不是 你咋经事呢 问政多干吗呀 我这不刚入行吗 好奇 好奇 随便问问 对了 回跟你们老大说 后天下午五点半 赶紧把货给我 要不然我这边顶不住了可 好 您一路走 什么玩意儿啊 你说啥 啥叫一路走好 这叫一路平安 这啥有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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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流行 所以我替你 用了手 我想 没关掉 我可以找我 过相比 来 我已经没有了 这药 找我 快 快 快 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组委会再三强调 让我保证信息不外泄啊 陆珍珍 你在圈里也混了这么久了 难道还不清楚 在这一行里 对于真正的高层 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很多明星的八卦 可都是从助理那儿卖出去的 只觉得很奇怪 平时都料理真真姐 刚才直接叫刘伦珍 我劝你啊 你要助理用不顺手 你就换一笔 别给非常麻烦 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不用我们出手 迟早也会出乱子 到时候只需要我们再点一把火 我爷爷跟你们娃娃说 火电下午得慢 赶紧把火给我 要不然我这边顶不住了都 马总 我这个证据怎么样 还可以 不过你还要继续查 帮我查清楚 那批大货到底是什么 这我也要去查 我说我现在的工作难度 怎么与日俱增啊 马总 我对你这种只加工作 不加工资的做法 表示严重的谴责 谴责完了 谴责完就赶紧去啊 有没有奖励啊 有没有奖励啊 奖励啊 我不是刚刚才奖励完 你个新男宠 怎么不够啊 马总 你现在算是学坏了 去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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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珍珍小姐 看这边 来 来 去这边 珍珍小姐 走下这边 看一下这里 珍珍小姐 看来咱俩合体 还是挺有缺口的啊 果然还是 珍珍姐比较高美 珍珍小姐和周上小姐能不能离得近一些 我拍张照片 当然可以了 为了给完美酒会的各位来宾带来完美的一天 让我们有请陆珍珍和周上小姐 为大家带来歌曲一首掌声欢迎 谢谢 没事吧 珍珍姐 没事吧 правaf 啊 小心啊 别拍了 别拍了 车 ע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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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上 来 别拍了 别拍了 行了行了 别拍了 别拍了 放开了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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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好了 别拍了 来 好了好了 都散了吧 散了吧 干杯 今天事情 这么好 约我们出来喝酒 那肯定啊 高兴啊 我问你啊 周上那件事情 你是故意的吧 害人家当众出窮 怎么可能啊 我陆珍珍做事 一向官平磊落的 对吧 夏雨昕 你是懂我的呀 那今天呢 我心情好 这样 要不我送你一个香吧 别 别 别 你别跑呀 求求你 求求你 别 别 别 七一个嘛 这么热闹 孔叔 你怎么才来呀 我演出的时候 你怎么不来看我 抱歉 路人家 刚才酒店有事耽误了 不过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看一下吧 再唱 下来 来 赶紧坐 来晚了啊 我就自罚一杯 那这样 我敬大家一杯 来 来 可爱 你也喝点吧 我就不喝了吧 我今天有些头疼 怎么回事啊 可爱 这还没开始呢 你的酒量 我可是知道的 这不是外面风大吗 真有些头疼 不喝了 这个不行啊 咱们说好了 不醉不归的 我不想喝不行 那怎么行啊 唉 唉 好了 好了 我今天有些累了 回去休息了 不行 你们三个人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讲啊 今天谁要走 就是扫了我的兴 我跟谁没完 这样 要不 咱们换一个地儿 咱们换一个地儿 当你走进这欢乐墙 背上所有的梦雨下 额色的脸身 额色的妆 没人记得你的模样 三寻就过你在角落 不值得唱着红色的歌 停开在喧嚣里被淹没 夏雨昕你可爱呀 我拿起酒杯 我给你清唱 我拿起酒杯 你自己说 一杯请照亮 一杯 哈 韩元宾 你为了我这样做 值得吗 元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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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可爱 可爱 元宾 你放开我 可爱 你不要催开我 你听我说 我真的很想你 我真的还没叙叙你 夏宇鑫 夏宇鑫救我 放开我 海宾 住手 可爱 我问你 你拒绝我是因为他吗 一个无耻的小混混 一个只为靠女人的小混混 你闭嘴 海燕鑫 可爱 你爱他对吗 你回来我 你就像当初爱我一样爱他对吗 你没闹吗 怎么样 你只是自作多情 夏宇鑫你看看你这样子 你不配 你知道嗎 我 夏依稀 夏依稀 其實我 你什麼都不用說了 我知道 你好好休息 不是 我 快 你別跟我說話 我 陸珍珍 那天是不是你的陰謀 什麼陰謀啊 我什麼都沒做 你怎麼能污蔑我呢 你還好意思說我污蔑你 那天到底是誰 把我推下水的 不是你故意的嗎 難道是我自己啊 讓我在那麼多人 面前出醜 我說你現在 還有什麼可狡辯的 你愛信不信 我陸珍珍坦坦蕩蕩的 再說了 我在眾目睽睽之下 我推你一把 對我有好處嗎 你坦坦蕩蕩 奉勸你 多行不易必自閉 你給我好自為之 好啊 我們拭目以待 張小姐 有人說陸珍是一次炒作 你怎麼看 請問你和陸珍珍不合 是不是真的呢 這娛樂圈真是風雪泳 日常也過心幾孩 神在江湖深不幽解氣 你也慶幸我給你拼拼斬心 抖架不堪 我去哪兒 護士您好 我想問一下 那個十九號房的病人 是出現什麼不好的狀況了嗎 您是江水嗎 我不是 不過我是他兒子的好朋友 他父親病情還算穩定 但是今天堅持要出院 我們就給他兒子打來電話 堅持要出院 對 那他的情況是可以出院了嗎 他是需要長期住院觀察 老人家是覺得自己住院開銷太大了 再加上又交一筆住院費 所以害怕年齡兒子 堅持被子兒子出院 這樣 那麻煩問一下 老人家的住院費 現在交清了嗎 還沒 您方便把他的住院單給我下嗎 嫁給我吧 從我見到你的第一次開始 我就愛上了你 哎呦喂 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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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要這樣浪漫的求婚 這浪漫什麼呀 多說起 不行呢不行呢 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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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不能接受 你看 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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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就說他裝扮 他再怎麼大沒 你年齡也這麼大了 真是的 就你當你還十七八呢 怎麼 你嫁我年齡大了 不是 不是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這脆弱的雪花 飄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好 邁途不看的人 再孤獨的翻車 口無掙扎 太快到終點了 能讓你停下嗎 该怎么说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愿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在谁剩下我一个 不舍得对着空气诉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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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